在你们心中 世界上最牛逼的大学是哪一所 来 弹幕上先发挥一波 发卡尔滨佛学院的那个同学 麻烦你出去 好吧 前段时间 我们打卡斯坦福大学市场的时候呢 就有承诺大家 如果点赞过20万 我们就去打卡 各位的母校 哈佛大学 今天 他来了 今天这个骑士 是不是特别付我哈佛的骑士 走了 登机了 想必各位校友呢 应该对自己的母校 非常熟悉了对吧 但是这一次呢 就为了帮大家找回母校的回忆 特意从洛杉矶 飞了5000公里来到波士顿 冲这份诚意 投两个币不够分吧 在我们正式进食堂干分之前呢 我们先来拜一拜 哈佛大学的创始人 John Harvard 据说呢 每一个来到哈佛打卡的人呢 都要摸一摸他的鞋 来获得好运 你们看 他的鞋都给摸掉漆了 有没有 不知道视频节里面呢 今年还有没有什么 未完成的心愿 可以把你的心愿呢 打在弹幕上 一会儿呢 啾啾帮你们就摸一摸他的鞋 希望你们的心愿 今年都可以实现 整个哈佛大学呢 一共有11个学院 一条叉耳丝和 把哈佛一分为二 现在我先带你们去 比尔盖茨最喜欢的食堂 走的 哈佛工程与应用科学院 据说什么比尔盖茨啊 扎克伯格啊 在辍学之前呢 就要来他们家的食堂 不过呢 我猜为了肯定不咋的 不然的话也不会辍学呢 对不对 我身后呢 就是哈佛商学院的食堂 据说呢 钱总统小布什 在读商学院的时候 经常来这儿吃 这个是哈利波特 霍格沃兹食堂的原型 专供哈佛大一新生的 安德伯丹尼宏 怎么样 想好了去哪个食堂吃吗 今天 想去霍格沃兹啊 可惜啊 今天他没有开 不过呢 我带你们去 哈佛人公认最好吃的食堂吧 走 食堂之前呢 先换个哈佛的衣服 假装自己是学生 我身后呢 就是哈佛法学院 据说呢 这个学院的食堂 是整个哈佛学院食堂里面 排名第一的食堂 到底怎么样呢 走的 我们来的这个食堂呢 它和我们之前去的 跟其他食堂有点不一样啊 其他食堂都是buffet 这儿呢也是这堵餐 然后我自己拿 拿完之后去撑重 我觉得很严谨啊 来到法学院就应该严谨一点 对 因为我发现法学院的人 穿的都不太一样 看我穿的这个衣服 我可能买错了 我觉得我应该买些西装 打开一直戴吧 这个呢叫做 FIRE THE FRESH 价钱呢是七毛钱 一个盎司 这个是MACARONI 酱也是七毛钱的 这个是LAM SAUSE 其他的东西呢 只要是涉及到自助的 就自拿这种 也都是七毛钱的 来点米饭吗 好 我给你来点中产 好 来吃鲁笋 鲁笋 我感觉它这个哈佛大学的 法学院的食堂啊 普遍都比较偏健康 看到没有 是不是法律人士比较耗脑啊 不是应该吃更多的肉 才能 好 终于到肉去了 它这个肉呢 有牛肉和鱼肉两种选择 再给我这盘里面来点牛肉 这个是牛肉炖土豆啊 炖的是西碎啊 然后呢 他们这儿呢 也跟其他食堂一样 也有沙拉吧 不过呢 它这个沙拉呢 你看 除了按饭串的这些食物之外呢 还有一些单饼 比方说像汉堡 像薯条 但是这个价钱在哪里 我现在拿着再说 啊 汉堡呢 有鱼汉堡 有虎东的热狗 还有正规的汉堡 来个正规汉堡 然后呢 食堂呢 还有一整块 就是披萨区 价钱呢 我觉得 跟校外的这个披萨 价钱差不多 起司的是三块两毛五一个 说句实话呢 披萨的价钱不偏 稍微有一点点贵 就跟校外比了 并没有比校外的更有用 我们来一块吧 就像是来一块 这个的吧 偶尔想吃蘑菇的 想吃蘑菇 好吧 好吧 可以吧 又到了我很不喜欢的甜点去了 来 来个巧克力的 来哦 这要怎样结账会不会很贵啊 不到啊 反正东西挺丰富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来过的 可能算是最丰富的食堂 马上呢就要进入到最惊悚的环节了 走 结上去 这个是1.36磅 谢谢 谢谢 一共呢是35块8毛3 我觉得哈佛食堂呢有一点非常好评啊 就是他们家有筷子 拿两双筷子 这是我第一次在食堂 美国的食堂见的筷子 好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拿过来 说实话呢 大家觉得今天这个哈佛法学院食堂 伙食怎么样 来打给你们的母校呢打个分 好不好 1到10分 你们觉得能打几分 全部加下来一共是 包括饮料 一共是35块加个零桶 然后是5 和实际上是两人份的 所以 如果你按照单次来算 我们一个人头可能 17 8块 你们觉得 就这个伙食 配这个价钱 合理吗 好吧 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赶紧来尝尝味的 摄像是想吃哪个 我想吃这一盒 这盒不是你帮我拿的吗 是 是 我都不应该问你 你要不说我都忘记了 这盒摄像是 这盒甜脸好像是你的对吧 对 给你 哎 怎么都是你 这都我的了吧 薯条我也想吃一半 那薯条给你一半 我的没有了呀 你这个还叫没有啊 那我尝一尝 挨到这个老美餐厅呢 我先试一下他们家汉堡 直接上手 哇塞 这么大分量 还不错味道 而且我觉得它很传神一点的汉堡 里面加了两片 水果椒还挺好吃 一般很少煎到汉堡里加水果椒 第一次见 不辣 然后水果椒还挺juicy 跟麦德郎的比 可能就是不相上下 所以一个level 我点的这一份呢 不能完完全全的亚洲菜 它这个是炖牛肉 配的是这个是炖羊肉碎 然后这个是意面 所以呢 这算是半个亚洲菜了 借你的那个过来用一下 好吧 我不吃你了 哎呀我就尝 看一眼看一眼 尝一口 看一眼 不吃 看一眼 我感觉他们的羊肉扇微 稍微有点重 配点你的米饭 借我有点米饭用 哎呦 你的米饭香啊 你这个米饭 配我这个羊肉碎 简直是完美 等一下 这个米饭也能吃吗 是米饭吗 哎对 它所有东西都吃毛鲜鱼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食堂有个特点 就是它的素菜 比它的荤菜要多 它的荤菜非常少 可是 经营人士比较度重健康 少吃有种 你的意思我就是不经营人士 我可没有经营人士 我总爱吃肉的人 就不经营人了 其实不是家庭的问题 因为在美国 蔬菜和肉的这边 基本上是一样的 尝尝这个牛肉吧 这大块牛肉 这个是牛肉炖土豆 这是绝 地坚道道的一道中餐 又老烂了 真的要配你这个米饭 我刚刚应该帮我自己拿个米饭 现在连米饭都要强了 走完像这个菜吧 稍微有点咸 不配个米饭 不好意思 你可以配旁边的面呢 也是 尝尝它这个郁面 这是我第一次找到一家 又有郁面 又有快乐的地方 还在哈佛 我跟你们说 这是我第一次在食堂吃饭 我觉得食堂饭好吃 还挺好吃 真的挺好吃 我考你一个问题 嗯 你知道哈佛法学院毕业的 最知名的校友是谁 嗯 他不会是罗翔老师吧 哎呦 罗翔老师好像是北大毕业的 那也很厉害 一位美国前总统 他不会是川普老师吧 哎呦 视频间小伙伴 有没有知道 是哪一位前总统 答案呢就是奥巴马 和他的妇人 米歇尔 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怎么样 心不心事 意不意外 这个披萨好吃吗 Juicy吗 不就是 完全不就是 而且蘑菇披萨不是你点的 怎么又倒在你的杯子 你拿的时候开始不要 我都顺便拿了 你们最好吃的都吃了 你们留着鞭给我 我最爱是留着鞭 你要不是我全能吃的 是不是 我又给你吃了 留给你吧 好吧 视频的最后呢 想跟各位校友说 将来有机会呢 一定要再回来母校看一看 尝一尝着令人怀念的大学食堂 注意一下你市区的新春 不知道你们还想看哪一所 世界知名大学的大学食堂呢 可以帮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 哎呦 人都走狂 赶紧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